禁止废话 接吻伸舌头都有什么好处 研究表明 男人口水中的蜜乳素 不仅能刺激女性胸部发育 预防臀部下垂 还能让其皮肤更加水润光滑 女生的体香是怎么产生的 根本没有体香 只是化妆品的味道 我国的脏话已经厉害到了什么程度 当日本人在骂笨蛋 韩国人在说阿西吧 美国人还在骂法科的时候 我们的卧槽已经可以用不同的语调 代表不同的意思了 那我国的脏话能分几种类型 一种是以器官为铺垫 一种是连带宗族血亲 古代脏话和现代脏话又有什么区别 古代的脏话比较艺术性 不但有脏字 多以暗示来表达 而现在的脏话则是极万价值所长 要么问候对方上三代 要么招呼人家下三路 给原始部落的人用手机通上网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据报道亚马逊的原始部落 已经用手机通上了网 此后部落里的年轻人 每天变沉迷与颜色视频 导致后来没人再去耕地和打猎了 为什么说唐僧当年在拍摄这个洗澡片段时 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因为当时为了营造出 唐僧洗澡时候的佛光效果 给水中添加了一些汽油 为什么我国现在禁止 再建高尔夫球场 因为浪费土地 浪费资源 污染还严重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骨子里就有战斗基因 就比如其他国家的人 喝多了会再割再物 但是我国人民喝多了 就会讨论军事 讨论世界格局 为什么说中国人爱种地也是刻在鸡里的 就比如当年嫦娥五号 费尽千辛从月球表面 采集了月壤样本回来 结果经过专家一顿检验分析 CCTV总结出四个大字 不能种菜 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的大团结是什么时候 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发表声明禁止使用弗利昂的时候 为什么修建地铁隧道时 不见有泥土运出来 因为盾购机在进行挖掘时 会把泥土挤压到周围 从而使地铁线路更加稳固 世界上最毒的蘑菇有多毒 毒鹅高 只需30克就可以杀死一个成年人 日本人竟然又变矮了 据日本官方统计 2023年与2019年相比 日本男性平均身高降低了1厘米 女性身高降低了0.6厘米 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随意编辑和篡摆基因 世界会走向什么结局 其实这个技术早已被我国专家给攻破了 只是被禁止了 专家也被判了刑 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 直至退向人类走向灭亡 人类如果不小心感染软病毒后会怎么样 曾经在国外 就有一名72岁的老人 务实地携带软病毒的鹿肉后 现实意识模糊 神情呆滞 四肢不协调 走路跌跌撞撞 还带有攻击行为 随后便在一个月内去世了 如果地球失去大气层会发生什么 声波将无法传播 世界将变为一片沉静 这也意味着 除了艳养生物会幸存下来 其他生物也包括人类都会灭亡 中国现代的四大未解之谜是什么 一 辽宁海参年产15500吨 却瘦出150万吨 二 阳城湖大闸蟹年产11000吨 却瘦出160万吨 三 五肠大米年产70万吨 却瘦出1780万吨 四 榨干湖鱼年产6000吨 却瘦出15万吨 不倾瘦的 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